好 長榮航情昨天在進行拖機作業的時候 驚傳了意外 當時長榮航太作業區 進行一架機型A321飛機的拖機作業 機翼的末端一間 撞上停放一旁的波音777機鼻下方 擋至長榮航空班機的機鼻下方破損 根據初步調查 地勤當時並沒有走駕 而長榮隨後也證實此事 並且表示針對這起意外 長榮航空已經進行了解 並且正在演你相關的回應當中 以上資訊主播